此季技术学院25位学生 把暑假作为志工假期 他们和师长组成了 亲善大使访问团 到马来西亚交流 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到五所 此季幼儿园担任教育志工 他们能够胜任吗 迎接台湾这五位大姐姐的到来 马来西亚青山幼儿园的小朋友 用手语歌展现他们的热情 这五位技术学院的学生 虽然都非幼教专科 不过仍然全程陪伴小朋友学习 从幼教老师身上 倒是有了不少收获 我觉得老师他们 就是还蛮有方法的 比如说小朋友麦芽糖 他们就说 他们就会把嘴巴闭起来 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我觉得老师有很多这种方式 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 我觉得这边老师就是 他们就是给 就是有时候我们想 我们会帮他们做 然后可是老师都会给我们 关键就是不要帮他们做 让他们自己去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那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啊 就是朱家的故事 除了陪伴小朋友学习 这五位大姐姐也准备了 竞思与教学 更陪着大家 同游当地的风筝博物馆 不同文化的体验 也让他们有了多元学习的机会 像我们以后到医院也是团体的那个 就是在单位也是大家一起 然后像我们之前过去在实习的时候 学姐就说互相帮忙很重要 然后像我们一起出国 就是出来那个 就是演儿童剧啊 然后过程中真的很辛苦 但是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然后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有帮助 不同的族群 或是不同的文化 然后就是都有不同的方式 就是医疗或是什么都有不同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就是 就是多看 就是多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职工是一种生活态度 出国从事职工服务 对这群不到20岁的学生来说 不但能展现年轻人的活力 更丰富了自己的生命 达新闻 这上美职工张伟光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